中国南排超级联赛昨晚结束半决赛的争夺 未免冠军上海队抵挡住了江苏队的顽强抵抗 有惊诬险了一种比分3比0获胜禁忌决赛 神窗红色上衣的江苏队开局试图通过双万元的发挥 拉近和上海队的差距 然而惊艳老道的上海队紧抓发球和网口的优势 破坏对方的遗传逐渐将比分拉开 纵观全场比赛 江苏队因主动失误丢掉24分 而上海队紧丢14分 25比19上海南排拿下首局 第二局江苏队阵容不变 2号于元泰的跳发球和4号位的强攻都发挥不错 此时上海南排不乱阵脚 连续通过发球 篮网 强攻等分 在成功反超比分后 2号郭成又连发4个好球 25比21上海队又赢一局 江苏南排在第三局中以19比13五线6分 关键时刻上海队10号五鹏制没有手软 他利用发球轮连续出分 最终上海南排以25比23拿下第三局的胜利 成功闯进决赛 现在男子的排球的对抗 完全是发阶发的对抗 我们两边应该说是绞尽了脑汁在拼这个 上海队的底蕴还是比我们深啊 发球的攻击性和延续性是我们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 还是不能很好的解决好他强有力的几个跳发 包括他们的针对性的飘球 我们接的不是很好 主要在网口上在发球上给我们的压力让我们喘不过气来 其实当时已经没有想法了 毕竟队伍的比分已经很落后了 想的就是能拼一拨是一拨 再不拼可能就要下一局了 就想抓住现在 努力去拼一拨是吧 结果运气不错 我们的篮防啊 就是前排的复攻 还有后排的自由人的防守抓得特别好 所以说就是也顶住了他们的反扑吧 上海南排决赛的对手呢 是北京南排 在昨天的另一场半决赛中 北京南排直落三局战胜了浙江队 江川 刘立斌以及外援科瓦切为其三人得分上双 身穿黄色上衣的北京南排在首局突然发力 凭借马鲁夫的分球 江川 刘立斌的轮番轰炸 将分差逐渐拉开 这一局北京队以25比15获胜 第二局比赛浙江队改变轮次 由身高2米05的张景印 对位北京外援身高1米92的马鲁夫 力求在高度上做文章 这一局张景印发挥不错 个人独得6分 但队友张冠华受到北京队重点照顾 进攻不断受阻 浙江队只能凭借张景印的强攻追分 显得有些孤掌难鸣 而北京队则多点开花 以25比16再上一局 以无路可退的浙江队 在第三局中打出流畅的进攻 在双方一路纠缠至23平时 北京队抓住对手失误 以25比23总比分3比0 赢下比赛 今生决赛 此一三位火枪手 江川 柯瓦切为奇 刘立斌 分别得到18分 17分和10分 这将对张景印攻下16分 我们整个队伍从发球开始 从第一个球开始 实际上队员啊 对今天这场比赛啊 就是或多或失的 我感觉太多 想不想打的 但是呢又没这个实力 所以说整个比赛给我感觉 就是场上说平静好 这种东西还是欠缺一点 所以今天实际上 应该说就我们自己没打 主要是针对性比较强 特别是他的两点强攻 我们抓得比较好 特别是一个四号位张景印 跟那个二号位张冠华 我们这两点抓得比较不错的 精神面貌首先不错 粘性的话 我们队以前老说我们队的 防守小球差 今天防守上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提高